人做事情时间一长难免会懈怠 因为他觉得角色已稳地位已稳 所以就缺失了相应的责任感 你会发现夫妻之间在最开始恋爱之初 和结婚之后对于角色的认同是不一样 在恋爱的时候 他对于这个角色的认同是 我是你的谁 但结婚之后就变成了你是我的谁 我是你的丈夫强调的是义务 你是我的老婆强调是我的权利 为什么大部分女人都会认为 男人婚前婚后改变得太大 为什么很多男人会认为女人丝毫未变 甚至是变本加厉 为什么女人会认为男人在之前能哄能宠 但现在不忍不让 其实你们的婚姻最初就埋下了这样的隐患 女人要清楚 恋爱之初男人的忍 并非生活的常态 总有忍无可忍的时候 而男人也要清楚 我最初对于你的宠 哄 其实让对方已经感觉到 婚后你也许还会一如既往 不要永远感觉 对方会自动自觉地变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 爱是需要一起练习的 对方会自动自觉地变成